今天非常高興來到這裡來 我們這個講座基本上是一個系列 所以從南到北 從北到南 台灣都幾乎要走透透 台北的話 科教館也是我們第一次到科教館來 我們過去大概都是在這個台北科大 在台北科大的這個演講廳上的演講 我們的主題是在談什麼呢 其實談這個數位時代 你跟這個 今天非常合我們這個主題 數位時代的素養 我們談數位時代這個資訊素養 什麼是數位時代 數位時代就是一天到晚要接受這個3C產品 打手頭上 我想除了小朋友之外 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智慧性手機 所以現在這個年頭好像脫離了手機 脫離了3C 好像都不太容易生活 不太會生活 都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們在這個系列裡面 其實我們談的相當多 e-learning絕對是裡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當然我們還會談e-government 這個所謂的電子化政府 所謂的電子商務 所謂的網路安全 所謂的網路交易 以及還有些行為規範等等 這些都是在新的資訊時代下 我們應該要注意的 今天我們非常非常非常高興 邀到我一個老朋友 我們交通大學 我們資工所 資工系 同時也是教育研究所 孫正代孫教授來跟我們演講 孫教授我們相知認識非常非常久了 他是一個結合科技跟人文 少數科技人員又這麼有人文素養的一位學者 我覺得他拿到是U.C.Berkeley的 這個Compute Science的PhD 可是他的人文的造詣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可以簡單講一個例子 大概應該是滿久了 在台灣 少數從工程技術的人切入數位學習 切入這個game-based learning 我看他可能是少數的第一人 可能不算第一 至少也有第二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覺得對於交大以前早期工程領域 引進了這樣一個非常非常不一樣的氣氛 跟這樣的一個帶來的 至少有帶來一組人出來 也影響到教育所 所以他現在也是教育所合併 同時我覺得他也是我們學門的召集人 是在以前科教處支教的一個召集人 那也得過傑出研究獎 所以我剛剛特別講說 不是只有科技 你光會科技做得好 其實人很多 但是你科技又懂 其實又有人文素養 有人文關懷 其實這個是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那今天要來講的是什麼呢 其實今天大家來講 你剛才看到是數位時代的遊戲式學習 遊戲以前覺得好像不登大雅之堂 好像覺得小朋友玩遊戲 家長都會擔心會不會變壞對不對 現在是家長不得不跟著學遊戲 你去看現在這個廣告就好了 現在最紅的這個明星拍的是什麼 代言的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遊戲啊對不對 代言的都是遊戲代言者啊 他才有錢 他才有錢請得起 這個一線的這種所謂的明星 這代表什麼 這個已經變成融入了這個生活了 而且是變成不可以卻不但是業界商業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據點 同時也是我們怎麼樣去利用這個遊戲呢 學習那既然遊戲避不了避免不了 你要去禁止小朋友玩遊戲 我看他可能會跟你來個五顏抗議 我看其實會家庭的氣氛會搞得非常非常 但是呢你怎麼樣這個遊戲能夠導入學習這樣的概念呢 那我覺得可能你會有一個另外一個觀感 對於遊戲啊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對他能夠接受 所以今天我們試試用這個最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歡迎我們今天的主講者 我們孫正在教授 好請孫正在教授請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曾教授 那那個 確實就剛才曾教授講的 這個系列是非常有意義的 在我們數位時代的生活裡面 來看這些數位科技的使用 尤其剛剛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數位素養 素養這個東西呢 它既是一個能力 那更是呢我們將來自我學習的一個基礎 那在今天我等一下也剛好是會用這個角度 來看我們今天的遊戲和學習 好 那我就開始介紹我們今天的這個內容 好 那首先就是我們的重點中的重點 當然就是這個數位時代 那剛才呢主持人也有談到 今天呢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智慧手機了 而這個智慧手機上面呢 是充滿各式各樣的APP 我想這個大家可能現在已經習以為常了 那但是呢 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在近代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發展 好 以前的電腦和網路可能只有專業人員在使用 好 後來即使到了家裡之後 是不是 那也 它並不是24小時 能夠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在一起 現在呢有無線網路 再加上智慧手機 再加上APP的發展的趨勢 使得我們就是無時無刻的 對 就是24小時就在這上面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個web 我們每天也叫做web2.0 web2.0 除了我們在上面接收資訊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在上面創作 對不對 我們每天也在網路上寫東西 貼文給別人看 轉記東西給別人看 把東西 別人的朋友的東西拿來經過改造之後 再給其他更多的人來看 這個我們就叫做一種參與式的文化 participatory culture的時代 這是今天我們看所謂數位時代 必須掌握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是參與的 並不是像以前我們看電視的時候 我們只是在接收端 看到人家生產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就看得很精彩的 我們來消費 並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我們說在這數位時代有一個核心的特質 這也是在國際上 非常非常 這個不管在學界或產業界 大家都非常最重視的一個字呢 就是這個匯流 convergence 所有東西匯在一起 我們可以想見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單獨用臉書 不是單獨玩遊戲 我們不是單獨用line 我們也不是單獨 對在看這個youtube 我們是整個是混在一起 從這個跳到那個 而且呢 常常這個裡面引發 我有一個想法 我就去那邊查一個資料 對不對 然後那個資料又引我上去看一個影片 這影片呢 又讓我 帶到我 另外一個有學部落格 等等 所有東西就是 規矩 所以這不但是一種科技的匯流 對不對 這些 我們現在一個平台 一個智慧手機上 這些全部都有啊 所以它已經全部集中在一個 東西上面了 一點 或一刷 就出來 更重要的是我們這種使用行為的匯流 對不對 以前我們就是有些人是專門會用這個CAD 這種設計軟體 有些人專門會用這個Excel 但是今天來講每個人都會所有的東西 而且覺得沒什麼搭配 很容易 很簡單 然後看別人做的東西也會想 這個大概是怎麼樣做出來 對不對 我可以再怎麼樣來加工 好 所以我們來看 今天已經進入到一個 我們一定要想 這個已經根本的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當你有一個智慧手機 其實生活完全改變了 譬如我們今天常常聽說 有人睡覺前一定要玩起彈遊戲 他手機就放在床頭 他既用手機當鬧鐘 他也在手機上呢 做這個零睡前的精神上的放鬆 那這件事情以前挺想像的嘛 以前我們上公車就睡覺 基本上學生很累了 那一天就睡 現在你是去公車去捷運上看 有幾個人在睡覺 沒有嘛 因為為什麼有手機了嘛 那手機他就比睡覺好玩 所以呢 對 甚至他比睡覺更容易得到休息的效果 這就跟以前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是一個美國青少年手機 使用時間分配的一個排序 那我們就看呢 對不對 就看他花時間最多的在哪裡 第一是傳解去 第二是照相 自己來照相 第三是來看朋友交換照片 對不對 第四 畫音樂 第五呢 拍影片 第六才是玩遊戲 第七是交換影片 第八是做瀏覽 第九呢 是上社交網站 那雖然台灣的青少年可能跟美國青少年 他的分部不太一樣 對 但是其實也是差不了多少 基本上台灣的這種網路或手機使用行為其實跟美國很像 你知道嗎 對我們一般的印象覺得好像小孩一天到來玩遊戲其實不見得 美國父母也會覺得他小孩一天到來玩遊戲 總而言之我們就我們剛看到剛才這些東西雖然不是都是遊戲 但是他全部就有性質就是好玩 對今天來講最重要的就是好玩 但是每個人都有一個手機或平板電腦以後 就像這個半開玩笑式的圖片所呈現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常常看到在飯桌上 對不對 一家四口一人拿個手機 好 自己滑自己的 好 那說是面對面嘛 但是呢 是不是 但是又各有一個另外的世界 總而言之 就像剛才鄭教授講 我們今天就引到了這個時代 我們必須正視這種發展 就是我們現在可能什麼 大家在一起 但是獨自玩 對不對 自己玩自己的 對不對 然後呢 或者是我獨自和大家在一起玩 對不對 我上網了 對不對 哇 我可能那邊有一個遊戲正在進行 或有這邊一個群組正在討論 或怎麼樣 對不對 那然後 當然也有可能 大家在一起的 又還獨自玩 就在線上 其實在線上 譬如我上了一個多人線上的遊戲 是不是 感覺裡面很多 但是我呢 對 有一段時間我會把那個遊戲 當一個單機遊戲在玩 OK 那你為什麼要在一個線上世界 玩個單機遊戲呢 簡單來講就是人多熱鬧 是不是 就像我們就喜歡 對不對 我在做一件什麼事情的時候 旁邊有很多人 是不是 跟我在做類似的 譬如我們上圖書館 對不對 上圖書館看書 但是旁邊呢 這整個氣氛 就對看書很有幫助 那同樣的 我們現在在線上世界裡面 也是進入這樣一個時代 所以呢 就我們說 假如說媒體 這個遊戲當然也是一種 也可以看成一種 媒體的發展趨勢 來看我們所謂這種 新媒體素養 就剛才主持人講到的 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個所謂數位素養 Digital literacy 那其中呢 你也可以從媒體的角度 來把它解釋成 叫做新媒體素養 新媒體素養就是新的媒體 對不對 而且這種新的媒體 是多種媒體平台的內容的 串聯使用 包括大家每個人 一定都會用的 Google Facebook YouTube Wiki Twitter Line 還有Vlog 這些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現在是一個 這個遊戲實況 或者是其他實況 的愛用者的話 你一定也會像 今天很熟 像Twitch這些 總而言之 這些東西已經 對 它跟傳統的電視媒體 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二呢 就我們剛剛講 在新的這種媒體 紅薄發展之下 我們有新的使用動機 就是參與 我們並不只是在消費 我們是在參與媒體 所以有新的名詞 叫做 叫做 Prosumer 它就把producer 和consumer 就是生產者和消費者 兩個字 合在一起 對不對 就是我們現在 每一個人 尤其越年輕的人 時代越是這樣 它就不甘於呢 我在上面消費 對別人的這個產品 我也要投入生產 來分享 另外一個就很重要的 就叫做自然習得 就是說我們現在所有上面的這些Google Facebook 有沒有在學校教學生怎麼使用呢 根本沒有 入學以前就已經全部會了 然後有最新的東西也是 更不會等老師再跟大家介紹 說昨天又出了一款新的什麼都推薦大家使用 不會 這個同學之間早就交換完了 好用的東西 好玩的東西 大家呢 都很快要交換完了 這為什麼呢 因為呢 現在的這個世代 越來越多人 是我們所謂的叫做 恆寨世代 叫做Always On Generation 就是我永遠把手機開在那兒 是不是 我除了睡覺的時候 是不是 對 其實我睡覺的時候 手機都還開在那兒 對不對 我隨時可以起來 所以現在現代人 一個很怕的事情就是什麼 就是手機電子沒電 你知道 是不是 或這個地方怎麼沒信號 這個 很多人就會恐慌起來 你知道 這個 我相信 這個在以前來講 覺得是一件 可能會覺得是蠻好笑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現在覺得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這一點都不好笑 是不是 那所以呢 我們就說 現在 我們一定要從新世代 因為我們 當然學習 並不是只有新世代 需要學習 我們今天是 真的就說活到老 學到老 在今天這個時代 我們講數位學習 可能對於 成年人 引法俗 可能更為重要 這另外一個話題 但我們意思就是說 越來越多人 會變成 所謂這個 恆寨世代 而它是透過新媒體的使用 而自然習得這個能力 這個很有趣 就是這些 這個Google Facebook YouTube這些 它不但我們會自然地學會它 因為它很好學 另外呢 你學會它以後 你就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進入這個 像以前我們常常覺得說 那一個人上了大學以後 就應該開始自我學習了嘛 你知道 就總不好意思 上了大學還在等什麼東西 要等老師教 那這樣大學畢業怎麼辦呢 你知道嗎 但是呢 在今天啦 實際上國際趨勢 就已經覺得這個時間 應該提到高中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叫做國際學生平常計劃 叫披薩 他就在15歲的時候檢查 因為他覺得一個現代的一個國民 15歲開始就應該具備這種自我學習能力 也就是15歲就應該能夠用所有這些應用 然後呢 而且透過這些應用呢 來自然的進行學習 這個不但是一種學習能力 更是提供了很強烈的學習動機 對不對 因為就剛剛講嘛 這些東西並不需要等到學校的老師來教 他就自己就摸會了 為什麼呢 因為好玩嘛 然後呢 我們就來看這裡面的 當然 既然所有東西都改變了 媒體也改變了 動機也改變了 學習方法也改變了 所以我們當然 就是 對 我們今天來看學習 就要有一個新的觀念 就是使用這個新媒體的素養 然後呢 來主動學習 好 所以我們來看 觀察數位時代 所以每個人 我想在今天很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看一看 雖然在我們生活做到的 它是逐漸的演變 但是你仔細回想 兩年前跟今天就已經很不一樣 是不是 五年前跟今天更是很不一樣 是不是 你可以想像YouTube是哪一年出來的 這基本上都是2000年之後才陸續出來的 所以我們任何的 遊戲學習需求都要來跟上時代 所以我在學校做常常 就是要激進同學 就任何門課的同學 你知道 都會說 做一些生活上的觀察 你觀察到新的遊戲趨勢是什麼 譬如說大家可能說 我現在觀察到新的遊戲趨勢 看實況 這很有意思 為什麼要看實況 很多家長都很不解 就是說玩遊戲也就罷了 你為什麼看別人玩遊戲 你自己很喜歡玩遊戲 這個我還勉強可以了解 看別人玩遊戲看這麼陸迷 這到底為什麼 這就是新的趨勢 我們就看 這不光是新的遊戲類型的發展 大家剛才曾耀特講 現在我們每天在電視上 看這麼多遊戲廣告 公共車廠也是遊戲廣告 到處都是遊戲廣告 除了這個推程出新的遊戲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看還有看遊戲實況這件事情 另外就是學習 我們現在到底 你真正想學的東西是什麼 改變了嗎 那你要用到的學習方法是什麼 也改變了 所以我們來看 譬如說我們來看App Store Apple的App Store 它的各類應用排行榜 這個當然排行是會變化的 但是我們看最近的 我記得是2015年 你看第一名遊戲 最右邊這條 當然顯著作品 第二名就高了一倍 APP 第二名是商務 第三名是教育 第四是生活風格 然後是娛樂 工具 旅遊 書籍 音樂 健康 等等 我想這些類型 大家都非常清楚 只是我們看 這遊戲當然還是一支獨秀 另外就是看整體的美國人的手機 使用時間分配 我們之前看到的是青少年 整體美國人來講 它的排行是第一 瀏覽 確實是成年人 還是花很多時間 在他們找資料等等 第二是遊戲 第三是社交 第四是娛樂 大家看這個遊戲和娛樂還分開 可見娛樂是指其他類型的娛樂 看個影片什麼的 然後通訊 所以我們來看 所以我們就是要從今天的角度 就是活在當下 就是我們今天 譬如說你跟青少年談學 一直說你好好乖乖念書 這個十年之後你就可以有很好的前途 我想現在即使你跟他講說三年以後 這個說服力也是不太高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現在大家有興趣 就是馬上能用 馬上會產生好處 不一定是 對就是只是要玩 對很多事情 我們來看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首先網路易 普及到日常生活 OK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APP 第一名是遊戲 第二名是教育 但是這個是在台灣 但是為什麼我們並沒有看到 很成功的教育遊戲 這也可以思考 OK 然後呢 另外我們學習期望的改變 這很重要 就是從成功轉向了什麼 Well-being 就是福祉 要過得幸福 幸福現在是比成功要來的更被重視的一件事情 你當然也可以講說 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很容易創業成功的時代 現在也不是一個有很好的工作機會 可以賺大錢的時代 這樣的外在的環境 也會使我們更注重我們所謂的小確信 或者是一種整體的一種幸福感 或者是走向這個趨勢 但是這個數位科技它本身也鼓勵我們朝這樣走 因為這些科技讓我們容易獲得小確信 對不對 小確信也不說你想要小確信 你就可以小確信 那而是這些科技的性質 它當然也可以幫你去創業 網路創業賺大錢也可以 但是它同時也提供了你這種 這種小確信的可能 那另外呢 就是但是我們在我們 如果你看到我們整個學校制度 這個升學制度 但是實際上升學就業 都還是跟成績息息息相關的 對不對 大部分的家長還是很關心這件事情 那學校老師也很關心 升學率啊等等 是不是 在我們真正的一個整體社會的教育思維 有個很大的改變之前 那這個還是現實嘛 在這個現實之下 大家就會覺得好像玩遊戲 這個浪費時間 服務正業 影響課業等等 那這個整體來講 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樣在 目前一部分科技有引進到這個狀態 然後但是我們的體制呢 基本上還是 這是一百年前 好 OK 就基本上跟科學的思維 很接近的這種體制 那中間怎麼樣調整 所以呢 我們就看 今天來講 這個學習動機 會流時代 我們這些科技 提供我們 對一種新的學習動機 以前學習動機 傳統就這樣談 就是有內部動機 外部動機 intrinsic 這種motivation 就是你自己真想學 自己想要的 那至於外面的外部動機 就是棍子和胡蘿蔔 要不然就是有獎賞 要不然就是你 你好不好就被處罰 所以 但是今天 好 我們就要看了 好 我們今天的外部動機 機會到底在哪裡 對不對 機會在哪裡 坦白講 今天最好的機會 就在網路上 對不對 現在真的 很多 對不對 高中生我都知道 有人就開始創業 結果他覺得 這個我也行啊 就在網路上弄起來 他根本不必說 對不對 等到上大學 對不對 然後大學生 我也知道 很多人就在網路上 搞得還 這個 獲利還蠻不錯的 你知道 然後也因此 他會更清楚的角度 他將來想念什麼 你知道 像這樣的情形 就是 即使我們是看到 機會嘛 我們也平心而對 今天對研究所畢業人 多少人能夠去排氣店 多少人能夠去研 那個聯發課呢 對不對 所以 對不對 真正的機會 而不是一個畫柄衝擊式的機會 其實 他也就在 我們這個匯流科技裡面 那內部東西就更不用講 對不對 就是我們在使用以上這些科技的時候 從來不會覺得說 比如說我用Youtube是為了要熟悉影片的拍攝 或者是我要求取新資 我今天一定要看多少部Ted Talk 你知道我才算達到進度 等等 都沒有 本身看這些東西就很有趣 對不對 根本你就不覺得那個很長 Ted Talk 通常會覺得太短 你知道 對不對 這個跟上老師的課是差很多 好 所以呢 但是有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不會說 就是網路提摩所有 當然 如果你可以去Google工作 打擾Google的辦公室 這個人就很你很羨慕嘛 我們之前其實也有 你簡單觀察就會曉得 在Google工作的人 絕對沒有人上班會玩遊戲 為什麼呢 他工作比遊戲還好玩嘛 所以我們重要的還是說 人就是喜歡好玩的東西 對不對 沒有說一定要遊戲 對不對 你就是其他東西都太無聊 所以他才會 對 一有機會就玩個遊戲 對不對 就像我們常常 這個這個這個 譬如老師啊 出個考題嘛 也會覺得 哦 好累哦 對不對 好 那旁邊呢 對不對 即使是這個Candy Crush 拿起來玩一玩也很舒服嘛 別人說你 Candy Crush有什麼好玩 或者你這玩Candy Crush 你覺得很願望 你知道 是不是 實際上是 對 如果真正你 真正做這件事情 是非常有挑戰性 然後 非常有 對 可以發揮創意的 那其實 對 其實我們 對 並不是 對 一定要走過去玩電動啊 或者等等 但是我們就必須曉得 對 那你世界上有多少個Google 像這樣子的公司 多少人能進去 對 那我們呢 所以呢 今天我們來看 所以當代生活中的遊戲是什麼 對 它剛剛是一種娛樂媒體 這個我們細節就不去講 我想大家看這字面 大家就知道什麼意思 它也是一種生活科技 24小時都可以用到的東西 對 第三個呢 它是一種大眾文化 今天 由於青少年 你不會玩遊戲 你自己不懂玩遊戲 或者你不知道什麼叫low 不知道什麼叫 這個 譬如說 部落衝突 你可能就 沈默之塔 你可能就根本沒辦法跟 同學聊天 你就被 排除在外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因為它 它不光是玩遊戲 它是一種大眾文化 今天 青少年有興趣 喜歡聊就是這個嘛 好像以前聊漫畫 對不對 聊動畫 在以前 對不對 一個時代的 譬如說 武俠調說 你知道 是不是 它就有它的這種 大眾文化的成分在裡面 另外它是一個明星產業 這個也是不用我們多說 對不對 那現在呢 好 就是 這個 最不需要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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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目不到之音了 就是這個 好 遊戲產業 好 OK 那 另外呢 很重要 它也是一種新的藝術形式 好 所以 真正想要創作的人 好 他會覺得 欸 在這邊呢 我發現一種新的表達方式 對不對 以前我可能就要去拍電影 但是我現在我覺得 設計一款遊戲 更能夠發揮我心眠的那個想法 好 因為遊戲有些特殊的性質 好 那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 好的 我們從學習的角度來講 就是遊戲提供我們新的認知架構 好 那個 越年 越年紀小的人 好 他越是透過 以前玩遊戲 他就會覺得說 呃 這個 好 很多事情就應該 這樣子來呈現 好 才自然 因為我們說 今天的遊戲 根本很少人 要玩遊戲之前 先去拿手冊來看嘛 做遊戲規則 先研究完 然後再去玩 沒有 任何一個遊戲的APP 你點下去打開 是不是 雖然你全然沒看過 但是你摸兩下就會玩了 而且年紀越小 摸得越快 為什麼 因為呢 因為呢 他之前遊戲經驗 他就使得他的認知就調成這個樣子 大家以前也看過一個影片 美國有一個小baby 對不對 你給他 對 你給他一本書 對 他就這樣 一直滑 你知道 對 就覺得奇怪了 這個書怎麼 因為他 他第一個接觸的東西 是手機而不是書嘛 所以他就覺得說 換一頁這件事情是用滑的 然後你給他一個東西 不能滑就換 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你跟他認知的結構就 對 就不 不相符合 OK 所以這個很重要 這個只是最表面上看的 包括我們對於這裡面 譬如遊戲裡面的物理的定律 對不對 他是怎麼樣的 是不是 他在這個 在我們 對 使用遊戲 很多之後 他自然就會 有種期望 為什麼 就是 還是一樣 就講 這個當然我們從教育的角度 就會關切說 那這些遊戲裡面 譬如說物理觀念是不是正確 那這點我可以跟大家講 對 幾乎就是 如果你要說這裡面 是不是符合地心經理理 那當然 絕對都是正確的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講 其實 我們真的想說這種科學的本質 科學的本質就是 去發現這個世界的規則 對 我們想去了解這個世界 對 那以前我們常常說 就是鼓勵學生 就要去探索世界 然後學生跟你說 這個世界已經被探索完了 對不對 這個地表上你探索完了 上太空啊 上太空呢 能夠去的地方月球也都去過了 其他地方呢 就要等很久 那另外呢 說好啊 沒辦法 那就是 那個 去奈米世界 去奈米世界 譬如說去很小的地方 這個 但是問題是人家看不見摸不著 而且呢 現在能夠分解到最小的原始人 大概有些都弄完了 你知道 最近有人說 那唯一剩下的最後的 last frontier是海底 因為海底 確實還有很多地方沒去過 但是我們這樣想 不需要這樣想 為什麼呢 其實每一個遊戲都是一個新的世界 對不對 它真的就是一個新的世界嘛 它就有一套規則在裡面 留在玩家去探索嘛 沒有人告訴你們這個定理是什麼 但是如果我們玩家可以進去 就發現 原來這個遊戲規則是怎樣 這實際上你跟劉頓發現 三大運動定律 沒有差太多 真的沒有差太多 對不對 它同樣也是 它動用了這種科學的 認知的興趣 探索的方法 譬如說它可能要做好幾次 然後歸納 然後呢 它可能會提出一個實驗 如果我今天看這樣 我這樣做出來應該會怎麼樣 這是一種實驗的精神嘛 對不對 這個東西當然就比你在 我們的國中物理啊 什麼時候的化學啊 把人家老祖宗做那些實驗 再重新做一次啊 是不是更能體現這種科學的精神 對不對 而不是說 我就不懂這個 緃解第一定位嗎 就可能我要再第一次重新發現 原來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就可以算件綜合 對不對 而且那個東西是對它來講 在生活上沒有辦法 馬上產生意義的 OK 所以認知教育 從我們教育的觀念來講 是非常重要 最後很重要 它是一個創意的歷程 不管是你解一個關卡的方式 甚至是你去修改一個遊戲 或者是自己再去設計一個遊戲 今天也是 因為有太多的工具呢 讓我們的玩家呢 可以介入這個設計遊戲 很多人 對不對 他就透過設計遊戲 這個城市設計就已經呱呱叫了 好 或美工設計 對不對 他的功力 對 在國中時代就可以搞得很高 好 那另外 好 就我們來看 那另外就是我們還是談到 但是這個遊戲 你不能單獨看遊戲 我們現在如果單獨看遊戲 你會 呃 有很多這個現象 你會看不清楚 包括所謂這個 這個這個 什麼叫遊戲成語 對不對 包括說你手機上 你使用於 呃 這個遊戲 達到一個時間 還是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在今天來講這種看法都是落伍的嘛 好 因為就我們剛剛講 他使用手機絕對不只在那邊玩遊戲 對不對 他是所有東西一起用 好 那你當把那些YouTube啊 什麼東西就全部一起加起來 好 那每個人都成癮了 好 你知道 對 我還記得差不多十年前 那時候網路 啊 網路成癮的定義是 你一天如果 你如果使用上網兩小時 好 你就是一個重度成癮者 好 對不對 那今天來講就全世界的人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就 大家都重度成癮嘛 好 你知道 所以他的人 這個就一直秀一直秀 那就到最後就會讓大家想說 到底什麼叫做過度使用 那然後呢 今天我們有沒有在單一使用某一種媒體 其實就沒有 其實真的是沒有 好 所以呢 我們 基本上我們對媒體的這種發展趨勢也是 我們看 它基本上已經從一個 最早的一個多媒體的觀念 Multimedia 同時呈現好一種媒體在你眼前 聲光畫鏈 什麼都有 OK 那到什麼 到超媒體 對不對 我們的前修資訊網 就是Hyperlink 你點就可以跳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OK 像這樣子呢 對不對 叫做Hypermedia OK 然後依照今天來講 我們今天來講 就進入一個叫做Transmedia Transmedia 就是我使用這些媒體 不是指著跳 我一邊跳 還把前面東西跟後面東西串起來 形成一套我自己的想法 那今天來講呢 我們就新一代的 我們說它的認知架構 基本上就是這種串媒體 你知道 所以它跟這個書本上 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然後每一章又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然後每一章又限下個定義再來個定理 然後再證明 然後再應用 這一套呢 基本上就跟 你可以想想看嘛 這一套其實連跟超媒體 都已經不太相容 何況在今天來講 一個已經入學前 已經非常習慣穿媒體的 一個小一的學生 我想 對它跟課本要的人多不相容 就有多不相容 好 那這個呢 所以我們要看 數位時代的人 基本上就我們剛剛講 一個會流媒體的使用者 所以我們剛剛特別強調 新媒體素養 可以叫做 New Media Literacy 參與世文化 好 那所以呢 就是我們看 譬如說 這個圖也是 有點很傳神的表達 我們建議大家 站在手上的 各種電子彈筆 當然 越來越被整合在一個 智慧手機裡面 那然後呢 最主要你在上面的 工作方式是所謂多工 就是Multi-tasking 同時做 很多這件事情 對不對 那這個很多 對 跳來跳去 譬如說你可能就會 甚至你可能同時看電影還玩遊戲 這一點我很難想像 因為覺得 兩件事情都很需要專心 但是現在確實有一個學生 他就是 對不對 他就一邊 開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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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 Window 在那邊準備要寫論文 另外一邊 旁邊看一個 這個 電影 還把電影的聲音關掉 他說呢 免得我 太分析 你要關掉 他就要開在那裡 他還覺得這樣子 對他寫論文其實比較有幫助 另外一邊可能還開個遊戲 那個遊戲當然也不是那種 強度很高的 就是你要時時刻刻 而且是可以等的 譬如有些 以前來講web game 反正隔段時間才會發生一件事情 對不對 但是我就開在那邊 就看現在進展怎麼樣 你知道 他就是 就是 開成一個多工的形式 所以我們今天像我們當老師的人 常常就是說在上課的時候看到 這個 台下每個學生都 都開一個筆電 在那裡 對不對 然後你講到那邊他突然笑起來 你並沒有講笑話 那當然就是說 可見不是因你而笑 就是上面而笑 那以前的老師可能會覺得說 你這樣太不專心 我在講什麼沒聽到 但是有學生的念頭 不然 對 就你想重點我還是有聽到 那以前呢 可能會覺得這是他一種藉口 但是我們實際上 今天看起來並不見得這樣 因為他已經養成了一種多工能力 他在每一件事情上的工作效率 都會打折扣 這不在話下 絕對不會說他完全全神灌注 在聽你演講 來得那麼好 他可能這個打個六折 那個打七折 但是呢 並不是都沒效果 那這點我們就應該覺得 可以好好思考 因為大家曉得 對 我們現在以前 在可能在五年前就已經是 學生上課的集中力 對不對 那個就有研究 就只有十五分鐘 就是說他即使願意全身灌注 只看你 那十五分鐘以後就不行了 你知道嗎 接下來他就會看窗外 或想說他可能要馬上看電影等等 假設你叫中文藥學員 基本上都沒有平板電腦 沒有手機 都不能帶進場 難道學生就會專心聽講嗎 沒有嘛 是不是 那今天來講 這個Time Spend 已經更降低了 這個Attention Spend 就是注意力 基本上已經降到差不多八分鐘左右 所以你就看這種 像那個Ted Talk 你知道 Ted Talk基本上就是 剛才八到十分鐘 絕對比較長 因為在場的觀眾也沒興趣了 所以像我們今天要講一個半小時 對不對 是非常不合 就是說我們這個趨勢的 但沒關係 我們今天是錄影 所以現在錄影了 意思就是說有機會重複看 每次看個五分鐘就好 然後可以再搭配其他東西 因為確實是 我們今天常常是 假設你即使今天老師上課 有時候也會講 這個老師上課 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現在的學生就是 他就馬上上網去查了 以前我們是寄了筆記本帳 之後回去再去查 但是其實回去又不會查 而且時間上課就已經睡著了 根本不會聽到那麼多東西 他本來是我現在聽到老師講一個 我馬上去查一下 老師提到這個東西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就馬上上網查一下 看看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他當然接下來 你可能講五分鐘的東西 他就沒聽到 因為他上網去查那個了 但是你說 對他的整體學習效果 是不是比較好呢 對不對 我個人是覺得 那個是比較好的 因為他有興趣嘛 你懂我意思 他主動去做事情 永遠是比較好的 OK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所以遊戲是學習 其實我們今天談遊戲學習就有很多種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會覺得說遊戲學習就是製作一款可以幫助人學習的遊戲 這是比較傳統的觀念 第二呢 其實我們就會看到現在很多遊戲熱門的遊戲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玩賣很好的遊戲 它本身就有很高的學習潛能 所以你不一定要自己去設計一款新遊戲 免得呢 因為不好玩 所以大家不買 或者是玩不起來 OK 那你沒有再崇高的這種教育目標什麼也是沒用嘛 第三呢 就是讓你從遊戲這種數位科技來探索學習的新形式 有時候我們不叫做game-based learning 我們把它叫做game-inspired learning 就是受到遊戲啟發 譬如說像台灣大學的葉秉承老師 我覺得它那一套基本上有非常多 是把遊戲裡面好的idea 融入到課堂教學裡面來 這個就是一種很好的發展 不一定要說自己去搞個遊戲 然後呢 意思就是從學習角度來深刻了解遊戲 因為我們越透過 看人到底怎麼學會玩遊戲的 就剛剛講沒有人教 有些遊戲複雜不得了 大家就可以 你光去看youtube上有多少教人玩遊戲的影片 這個遊戲真的很複雜 像minecraft的 你要自己上去摸 不知道十幾次 但是呢 沒關係 就上去看一下舞秋風的 是這種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 這樣子 課程結構啊 它那時候設計得很好 使得你很容易彈性調配自己的進度 完全免費的課程 在網路上充滿了這種學習資源 所以我們一定要從這個角度來瞭解你看 現在的遊戲的設計 它其實都已經把這些東西考慮在內 遊戲設計者 對不對 因為遊戲的樂趣會讓你自己願意去學 遊戲玩法很多元很多變 更重要的是成功遊戲都已經有了遊戲攝取 它又會互相支援 這個就是我們希望老師嘛 就很希望學生能夠互相支援嘛 對 你不一定要點幾個出來當小老師 最好它是很自然的 對 有一點這個比較強 有一點那個比較強 對 互相就幫助學習 OK 好 所以我們就說 那在以前的遊戲 就是假設你要設計一個遊戲 去幫助學習 這以前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基本上我們就叫做 就是serious game 所以我們在台灣大部分的翻成這個叫做 嚴肅遊戲 我覺得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嚴肅 它就是很正經 OK 目標很正經 所以我把它翻成正經遊戲 OK 就是serious game 但是我們不一定要把這些東西看成一個遊戲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種叫做 Playball simulation 它其實這裡面基本上都是模擬 不管是物理的模擬 或者是社會的模擬 基本上這兩張模擬 比如說駕駛或者是醫療 這個外科醫生開刀 或者是諮商 或者是譬如說法庭上面的這種辯論 那所有東西它都可以通過模擬方式 然後這個模擬蠻好玩的嘛 至少別老師上課 醫院在那邊 對照本圈科要來的好玩 所以 這是一種 那基本上已經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但是呢 這個案例有一個什麼特殊點 就是它全部都是屬於這種專業訓練 professional training 如果從美國的角度來講 就是全部大學畢業以後 研究所階段的東西 那大學階段呢 其實也有很多 譬如說經濟系 就可能用這種模擬遊戲 來教整個經濟發展 或者是商業運動模式的一些概念 這也不在話想 這一套最難 或者在以前很不容易設計一個 裡面就具體能教什麼的內容的遊戲 這主要在中小學 中小學因為 以我們現行的課綱課程 你要說我就設計一個遊戲 你玩這個遊戲以後 就可以把國中物理拿一個概念 就學起來然後考高分 這個呢 在以前就很不容易 這等一下我們會談到說為什麼 首先是我們現在只是在呈現說 假設你是希望設計一個 具有教學內容的遊戲 那其實現在也有些滿成功 不過這些都在公司裡面在使用 那如果是你要教這個國中小的東西 或者就是中小學的東西 譬如你要教這個英文 這很好笑的一個例子 就是很早時候的一個例子 叫做這個shooting typing 它就是說呢 看起來像一個設計遊戲 但它設計出去的不是子彈 而是譬如說對面有一個 對面有一個殭屍這樣走過來 然後嘴巴裡面一直在唸一個中文字 就演講 演講 那你就要趕快打speech 然後打出來以後 你的槍就會激發 殭屍就死了 所以如果它走到你前面 你還沒有把它拼出來的話 你就死了 當中的意思 像這樣子的遊戲 你一天覺得說 這個既然學生都很喜歡玩射擊遊戲 我就把它改成打字 不就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但就是沒有人要玩 就一點都不好玩 對不對 就是那個射擊 就是這個東西 那你就變成一招可以走江湖了 對不對 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用 對這個這個 射擊遊戲解決 當然不是嘛 就是這個它基本上就學不到 那我們再看第二種呢 就是譬如說那大富翁 大富翁可不可以教你投資理財 這很多人以前也會想到 說現在國中生也要叫他 那基本投資理財 那都透過大富翁來教 結果發現不行 為什麼呢 對不對 因為呢 只要玩過大富翁的人 我們是講說 一代的大富翁 就是說他就跟你說呢 玩這個遊戲贏的話 運氣才是王道 你知道嗎 其實你就要陝子丟得好 你知道嗎 所以這裡面你什麼投資策略啊 你陝子沒丟出來 就一定用都沒有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那個地段呢 就是你就陝子丟不到那裡 你又沒辦法去跟這個 對這遊戲裡面也沒有涉及什麼 官商勾結啊 或什麼 對就幫你徵抽過來 就是沒有 所以就是像這樣子的 他當然就學不到那個 但是 但是呢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今天大富翁已經不是第一代大富翁 大富翁已經到十二代了 所以呢 最新的大富翁 即使是桌遊 對他都有更多更多的東西 對不對 那這裡面當然就有很多 投資理財或什麼 這種經營遊戲 我們說是management games 那其實這裡面 真正很多商學系的 經濟系的 這個老師就發現這裡面 已經有很多東西 可以來當教學內容 對不對 那但是呢 那到中小學 中小學當然也會玩這種遊戲 然後也學得到東西 唯一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不考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這個 就選擇不考 你知道嗎 那就沒用了 對學特補考的東西 就會被當成沒有用 這個是目前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你說如果你要創業 你玩完這個遊戲是不是有 那每個人都覺得有用 對我可能創業要兩年 才能夠對學到這個教訓 我在裡面兩個禮拜就選到了 那這不是很好嗎 而且這裡面呢 你還沒有真正把資金賠進去 是不是 因為這裡面是 對不對 就是虛擬的貨幣嘛 你知道嗎 但它模擬得非常真實 對不對 播光是這種遊戲 比如說你要開個農場 我現在要去開個有心農場 你怎麼曉得你會不會成功呢 對不對 最好先去玩一下養成遊戲 你知道 那真的你可能就少花三年的冤枉時間 你就會發現 到底需要多少資金 然後少幾個志同到達的朋友 然後要 剛開始去種什麼 比較容易成功 等等 好 那另外 就是我們透過這些例子 我們都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現在 就是說 在以前 這種教育遊戲 那 的失敗經驗 對 裡面我們就看到 其實 我們大眾存在一個 對工作遊戲和 學習的誤解 OK 譬如說 我左邊列的是迷思 後面是真正的狀況 對不對 很多人會覺得說 工作是困難的 遊戲是容易的 對不對 工作很難 遊戲很簡單 因為他們覺得 你看那個遊戲 兩三下就玩上手了 肯定很容易 你知道 是不是 那工作呢 其實是非常困難 那第二個 工作呢 是需要長時間學習的 我們必須 對不對 一直唸到研究所 24歲才去工作 這樣子呢 才有料 那遊戲呢 一下子就上手 還有呢 工作是很辛苦的 你知道嗎 遊戲是很放鬆的 你知道嗎 所以遊戲以前常常被盗撞 人家的逃避啊 或者是 各式各樣的 這樣來想 那最後呢 學習呢 是苦的 基本上以前 常常把學習 上班和上學 想成一件事情 因為 白天把大人去上班 小孩去上學 然後呢 在上班的時候 就一直看手錶 什麼時候下班 對不對 上學的時候 就一直看手錶什麼時候放學 然後呢 下課或放學 下班之後呢 就很快樂 你知道嗎 就是 總之呢 從九點到五點 是件苦事 現在的事情呢 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在監視看 其實遊戲是困難的 工作反而是容易的 工作其實遊戲是 大部分人在工作中 一層不變 一層不變的 就是跟做同樣的事情 我以前就有一個 碩士班同學 拿碩士油去 去某大公司工作 OK 然後他就說 他其實在那邊做的事情 高職畢業就錯錯有 對不對 現在其實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所以也有人 批評這些 台灣這些大公司 就是說你把 最好的人才 對 就拿去做這種最無聊的事情 當然因為薪水要福利好 對不對 大家還是願意去 但是實際上那是這種 這種人才的浪費 相對來講 現在非常多遊戲 其實是困難的 對 就像我們講說 不管你試去玩玩看 真是不是那麼容易上手 那需要教 但是一般人不會這樣想 第二個就是說 是不是 其實學校裡 你學了多少年的東西 因為你學了十年英文 也不見得會講 但是呢 是不是 在遊戲裡面 基本上 沒有學校的東西就沒用了 因為如果沒有 你更不會去學 其實是這樣的 他的動機是很強的 其實我們 可能所有的老師都會告訴你說 其實學習最重要的就是動機 沒有學習動機一切免談 對不對 所以最重要的是 要讓學生動機起來 那你到底要怎麼起來 這個其實是 對 而且最主要就是內部動機 因為我們剛剛講 外部動機在今天的社會 已經越來越失去這種吸引力 因為所謂外部動機 第一個你要想要 第二個你要 你要覺得你做得到 對 我也想當王永青 我也想當Bear Gates 但是呢 對 他會評估嘛 那現在成功的機率有多少 是不是 那如果這個機率太低 實際上就沒意思了 好 那另外 其實工作呢 是蠻無聊的 遊戲才是緊張 對 所以你只要去看 任何一個玩家 全身灌注的樣子 就曉得嘛 那要怎麼放鬆的樣子 絕對跟你喝醉酒的樣子 完全不一樣 所以呢 光這一點就是 比如說遊戲 你就不能被當作酒飲一樣的處理 因為那個 至少症狀完全不一樣 好 那另外就是 遊戲是 對不對 是樂的 上學的苦呢 不是來自於學習 所以有些教育專家 就特別要跟你講說 learning和schooling 是兩件事 學習和上學 是兩件事 千萬不要把上學的苦 當成是學習的苦 就完全搞錯了 學習一般來講 我們任何人學到的東西 都會覺得很樂 這個可以進來 可以可以 請坐 來 不能去搬家庭 可以可以 坐 請坐吧 坐 好 那我們講說 另外更根本的迷思就是 我們把遊戲的對立面想錯了 很多人都覺得說 遊戲的對立面就是工作 其實不是 是不是 就是呢 其實遊戲的對立面是無聊 你知道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我們剛剛講 工作裡面也可以很樂 是不是 甚至有人工作樂到他不想玩遊戲 壓根就沒想到玩遊戲 所以工作不見得是 對這個遊戲的對立面 但是呢 遊戲對立面其實無聊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社會上的迷思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就是說這個 遊戲式的學習 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那遊戲在裡面的角色和定位 是怎麼樣 這也是可以用很多種角度來看 那最早呢 是使用數位工具來幫人學習 在英國 英國是 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非常先進的國家 不管是教育或是遊戲都是 所以他們很早以前 就做了這樣的實驗 他就基本上 就用這些市場上 成功的主流遊戲 來看看 就譬如說 像策略遊戲 這種建築遊戲 或者是這種運動遊戲 大家好像今天運動遊戲 就是不光是怎麼樣打這個球 而是怎麼樣經營一個球隊等等 然後他們就發現 而且他們這個整個計劃是邀請 這個家長 一起來參加的 然後呢 就是 所以家長就是 陪著一起上課 一起玩 然後從這樣子 這個家長之後會發現說 其實呢 遊戲呢 會有助於這些技能發展 策略思考啊 規劃溝通啊 數字應用啊 還蠻技巧啊 群體決策 按掌握的資料 這些能力 譬如包括像空間注意力 空間注意力 這個東西都是 就是 你玩遊戲呢 你的空間注意力 乃至於更廣義的 叫空間能力 都會變得比較強 那空間注意力呢 這件事情 在很多現在職場裡面 其實非常重要 外科手術啊 或者是 這個 建築 或者是 比如說 開飛機啊 對不對 或者說 你製作一些 3D Design 這都很重要 但是呢 對不對 英國這個研究後發現 存在四大問題 大家知道 英國也有升學制度 所以它很多問題呢 跟我們所遭遇的 中小學的問題 都是很像 第一個 學習中學習內容怎麼樣 和課程銜接 你知道 因為這兩個 基本上 差異很大 第二個呢 是不是 那怎麼樣讓老師 熟悉遊戲 並發展適當的教學法 是不是 這個也是 不容易的 第三 怎麼樣像家長 和這種教育立委 解釋在學生中 編列預算 買遊戲 是不是 這個 第四呢 是說 那你怎麼樣 整個遊戲中 和學習那種不相關的部分 直接跳到那邊去 這也很難 玩遊戲就要慢慢 玩起來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 對不對 遊戲裡面 它看起來 用到的 這個 這個 物理規則 和 對不對 你真正玩遊戲 要使用的物理規則 不一樣 譬如說憤怒鳥 憤怒鳥基本上是 就是拋物線 對不對 它是隨著拋物線過去的 那絕對是 遵守拋物線的原理 所以很多人也會想說 那我是不是用憤怒腦 拋物線的定理 對不對 甚至還有人說 我就把輔助線做出來 那你看到 你看 因為我們平常玩憤怒鳥 沒有這些東西 合力分力 我也可以幫你修出來 你覺得這個符合什麼公式 我也可以幫你寫出來 那你這樣會不會 多玩幾隻憤怒鳥以後 你的物理就變得很強了呢 對不對 答案是不是 對不對 就是你再會玩憤怒鳥 就跟 譬如說王建銘 你問他說你這個 這個 這個 深卡球投得很好 那你是不是 了解這個是佛奴力定律 還是什麼 就是這個 你知道嗎 就是 為什麼 二紅線訴求 怎麼樣怎麼樣 你要這樣 講道理完全講不出來 你去考它相關的物理知識 完全沒有 但它就投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有些東西 你不是說你玩這遊戲玩很好 對不對 那為什麼 那我們就來看看 為什麼玩遊戲沒辦法直接學到 第一個 可能是 遊戲中的高層次 可操作系統性的知識 對不對 遊戲中基本上這樣 但是你考試呢 由於紙筆測驗 考到最 最低 低階層的東西 不是記憶的 就是最 低階層的 分析 能夠考到分析 就已經很不錯了 你知道 那 基本上沒有這種 整體 就是 對 整個從 一個系統 來看 這件事情 那然後 另外就是你忽略遊戲 這個基礎字 完全不影響遊戲嘛 是不是 就像我完全不懂物理 我也可以打棒球 我這個可以當頭 也可以當打棘手 我就想慢慢調就好 我完全不必去想說 我這是一壘後面的界外球 那就是因為 你知道 這個接觸的面 只能入角 反射角 什麼東西的 對不對 那真正就是說 教練只是跟你說 你就把右腳往後一半步 再去打 你就發現你就打到了 你知道 就是這樣子 所以 另外還有就是說 即使你想要精益求精 這樣的話 也有 也有攻略的插件方法 這就是這樣 就是遊戲 對 要用的遊戲 一定要想到 遊戲有攻略 對不對 所以一個老師不可能期望說 你非得過這一關 一定要學到這個知識 才要往下走 對 因為呢 如果這個遊戲夠好 你就一定有攻略 它就會幫你跳過 這所謂無聊的部分 你知道嗎 對 你原來以為它要回答五個問題 才能走到上面去 對 然後呢 攻略就像 你不要改喊 你就把你點44123 就好了 你知道嗎 對 就過去了嗎 因為從遊戲角度來 那是無聊的東西 所以 你要把 學習融入遊戲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那當然就要 比較 有些方法 這也是英國那時候的建議 第一個 你要改善教育遊戲 好 OK 第二個呢 就是 這個 在學校中使用阻力 這個都是 他們提出來 要去跟著遊戲開發商去講 說 你要曉得 學校是一個很大的快市場 如果你可以把 你原來一個已經很受歡迎的遊戲 配一個所謂的 這種教育版出來 那你會很賣錢 你知道 是不是 因為現在的那個東西 基本上都附在 這個 教科書出版商 一起來的一些軟體 他就想要去說服這些 遊戲開發商 說你也可以來 切入這個教育市場 OK 就發展一個教育版 好 那 OK 好 那另外 就是第二種 就是我們 就要看 那 就我們之前看到 數位素養 身處數位時代 我們 對 素養 這個我們就要提醒 現在教師年齡越來越 平均年越來越低 我就碰到幾個學校 他們說 全校老師的 平均年齡不到30歲 那當然 那當然 所有人都 至少玩過紅白機 你知道 至少是紅白機世代 所以今天來講 這些 教師不會很怕遊戲 不會很怕遊戲 再加上你現在 智慧手機起來 現在幾乎沒有人是說 從來沒玩過遊戲的 所以 教師基本上是 並不怕遊戲 所以這個也是 我們必須要想 這個是一個 比較有利的條件 那當然就是說 所以我們 大家要想說 我剛開始怎麼樣 學會玩這些遊戲 OK 從這個裡面 我們就會看到 就我們剛剛所謂的 參與師文化 這個新媒體素養 這些 比如說 對 我們可以 玩耍 模擬 這個細節 我們不去談它 這種都是 我們剛剛所謂的 在匯流文化時代 你可以慢慢發展出來的 一些能力 你可以Play 你可以Simulate 你可以表演 你可以表演 Performance 你可以挪用 挪用很重要 就是我們平常講 哭手 什麼就是挪用 把那些兩個都一樣 兜起來 就是搞笑它 你知道 就是 這種能力 另外多工 我們剛剛有講到 另外 這個呢 基本上我們剛剛就講 在這個媒體裡面 是一種分散式的認知 然後另外還有 它形成一種是 群體的智慧 現在比較 年輕人比較不會想說 我一個人把這知識全包 不會 它會知道說 這方面誰是專家 然後 不同的議題呢 我找不同的人組隊 那大家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麼 對不對 你可以想想 這種東西都跟 這遊戲經驗非常相關 另外就是 要做判斷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 做這個串媒體的巡航 建立網絡 然後這個 透過協商 所有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在 譬如說YouTube看看 對 你玩YouTube 你養成哪些能力 對 你用Google 你養成什麼能力 那我們要講說呢 其實呢 遊戲呢 是最全面的 幫你達到 這十一項能力的 的重點 好 所以我們譬如說 以遊戲來講 對 我們就 光看這個 串媒體巡航 相關的活動 譬如說 玩遊戲 基本上 玩家就會找攻略 看攻略 對 相對來也有人寫攻略 拍攻略視頻出來 你知道 對 那拍個影片 不是那件容易的事情 然後呢 看實況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 我就 剛剛就講 那 現在很流行的 那當然有點開實況 那然後呢 你可能看這個 所謂的 明小說 對不對 譬如說玩一個遊戲 那 這個 魔獸爭霸 那有人就把 魔獸爭霸裡面的人物呢 就寫了一些小說 那對於喜歡劇情的人來看 對不對 光是遊戲裡面的劇情不夠嘛 他當然就會想要再去看 哦 《魚緣》跟索爾還有這些故事 你知道 對 那看到一程度 你想自己去寫一本 這都很好玩 對 因為整個社群就在那裡 你知道 然後呢 對 你也可以看這個所謂機照影片 心靈嘛 你知道 就是用遊戲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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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景啊 它的場景啊 人物啊 就可以 就可以 拍個自己的 自己的這種 影片出來 我想大家 只要上去YouTube 去打這個 心理碼 你知道 集到影片就會出來一大堆 好 那然後呢 你當然就可以拍攝 最後呢 你當然可以 最基本 修改遊戲這種角色 或甚至修改遊戲 這都是現在的玩家 很可能去做的一些事情 好 所以我們就說呢 實際上 玩這個呢 基本上 它已經變成了 遊戲跟所有其他的科技 合起來變成一種 所謂實在的一種 生活方式 所以我們就要先來看 這個 到底 今天 到底 我們自己 最想學的東西是什麼 另外呢 你最想幫別人學到的東西是什麼 而不是說在一個 升學制度家 你最好學這個 就把這學好 甚至有些 老戰家長說 沒關係 我就告訴你 如果我學好 上大便那一天 你把這些全部忘記 沒關係 它唯一的作用 就是幫你上大學 就像我們的英文 其實基本上就是 這種考試英文 你知道 它既不是英國槍 也不是美國槍 它就是考試槍 對 所有東西都只有 對考試有用 其他東西呢 就是說 基本上是一個 沒有用的東西 好 所以我們剛剛就講 今天來講 就是我們之前提到 大家重視的是福祉 是素養 素養 素養就是 對 我知道它以後 我可以學到更多東西 是一種學習能力 我們常常叫做學歷 學歷就是學習能力 它不是只是一種能力 它是這個能力 有助於你 對下一階段的學習 另外呢 在整個學習過程中間 情義是非常重要的 OK 就是不是認知 情義一般來講 是跟認知相對的 認知是說 對 我怎麼理解 那情義是說 對 我在整個學習過程中間 是不是很快樂 很振奮 或者覺得很有希望 很有信心 是這些 所以我們說 在今天來講 一個算是主流 就是把現有的遊戲 re-purposing re-purposing 就是說 其實這些遊戲 原來設計的目的 都是為娛樂 玩家去買 因為是好玩 但是呢 有沒有可能 我們在學校 老師透過某些方式 把它呢 大家還是玩這些遊戲 但是目的改成是學習 OK 基本上就是選擇 這種Fure學習的成功遊戲 前提就是 遊戲要先成功 第二呢 然後我們看看 到底這裡面的Fure憤怒鳥 它到底裡面的 這個拋物件 跟這個 我在學校要教的拋物件 到底這個落差在哪裡 第三呢 就想辦法來發展一些 教學活動 然後來縮展這個落差 好 那這裡面牽涉到 就是我們什麼樣了解 這個遊戲中 它蘊含的知識 是什麼樣的 形式 第二呢 那 玩家的認知架構 就我們講 它因為它已經有遊戲經驗了 它並不是一張白紙 那第三呢 就是 怎麼樣把遊戲裡面 姿勢 遷移 Transfer 第四呢 則是如何評量 對不對 你譬如說 你玩這個遊戲馬上就要考 這完全會破壞 玩遊戲的胃口 那就 它實際上就不是玩遊戲了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評量 一般 我們最希望是 能夠直接在遊戲裡面 就做到評量 它這一關能夠 就代表那個人一定會了吧 那 或者是我們要做直筆測驗的話 也至少不就等一個禮拜 千萬不要馬上考 這一類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就是各種不同類型的遊戲 裡面 它蘊含什麼樣的知識呢 我們就講 基本上所有的動作探險遊戲 對不對 它裡面都是有探索世界 發現規則 這種重要的元素 OK 所以對科學學習是蠻有用的 第二種呢 策略遊戲 策略遊戲裡面基本上就強調 資源的累積和運用 等中長期的策略 對不對 像這些 在什麼樣的課程 就會有用 好 那 另外呢 就像建構遊戲 你知道 它就強調的是規劃和經營 是大規模的 OK 好 這種都是裡面有非常多 可以使用的素材 就角色扮演遊戲 就是探索自我 融入社群 如果你覺得社會學習很重要 對 那這個EQ的學習很重要 等等 那 這個 角色扮演遊戲 當然很多人覺得是優先的選擇 好 好 那所以呢 就是說 那至於可能的 遊戲學應目沒有沒有沒有 很具體的定出來 對不對 那如果是一般人 你把一般人當成 這個 教學對象 對不對 大眾關鍵教授 這個 興趣所在的主題 對不對 就比如我們現在看看 社會上有個事件出來 那可能就會有人出 像太陽化運動 有人就會告訴你說 服帽是什麼 就出個懶人包 甚至有拍個動畫 那現在呢 就是說有人就會搞個遊戲 搞個遊戲 讓你呢 對不對 透過這個你就曉得 那是什麼一回事 甚至你對什麼樣的人 要怎麼樣的回應 等等 對不對 這個就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就是硬碰硬去碰中小學學科 公民啊 憲法啊 地理啊 語言啊 科學啊 等等 數學啊等等 第三種呢 就是說我們呢 直接去看素養 就我們之前講 因為現在披薩 對不對 披薩的評量 像這個 閱讀啊 科學、數學和問題解決 這四顆 甚至之前 或者北北界還考慮說 我們以後是不是用類披薩 來當成高中入學的這種 這個評量標準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披薩所 這個趨勢 就是我們 應該看到 但你看嘛 披薩它就不會說 有什麼國文英文 沒有這種東西 它就叫做 就叫做閱讀 OK 因為你有閱讀能力 你就可以自我學習 而不是你背了多少個英文單字 如果那個 背了英文單字 對於你閱讀能力沒有幫助的話 那實際上就是 不是披薩所要的東西 科學也是一樣 並不是你背了多少 科學定理 而是說 給你一個新的世界 你可不可以 去找出這裡面 關鍵的東西所在 那這個東西呢 當然都是 遊戲 它其實比較擅長 最後問題解決 就不在話下 好 那另外呢 還有各種高層次的學習 像覺察 覺醒 自學這些 那我們就先來看披薩 披薩我們就說 它裡面有科學素養 有閱讀素養 有問題解決素養 比如問題解決 披薩的試題 就是三大類型 第一個叫系統分析 第二個叫角色 第三個叫爭措 OK 所以呢 實際上我們進入一個遊戲 實際上第一個就是 系統分析 對 然後呢 你要在這邊不斷的做決定 有本書講 就是你在遊戲裡面 如果你不想做決定 就像我們 譬如問你的小孩 說你要什麼都好 對 是不是 那這就不做決定 就是你 都行 對不對 像這種東西 你如果是這種態度 你在遊戲裡面 根本就玩不起來 所以我們說 其實遊戲裡面 就不斷的訓練你做決策 然後呢 而且訓練你要承擔後果 因為這是你的決定 所以最後輸掉了 你會承擔後果 他就不會怪別人 你知道 是不是 而且另外一個人 也有我們之前訪問過一個 對 一個爸爸 他就說 他就很鼓勵 他小孩 玩電動 因為他覺得玩電動 是非常好的 學習控制挫折 在這種情緒管理 控制挫折上是非常好 那為什麼他願意去控制他的挫折 因為那個挫折是你自己的決定造成的 所以你必須要自己去改進你的 對於遊戲的觀察和策略 好 那所以呢 我們說這個 好 這個P 所以我們看 首先就是看見系統 對不對 任何遊戲我們要看 這跟物理教課說 有多大不一樣 對 物理教課就是說 剛才你連交個單板 單板就是一張 那等下再交一個福利 另外一張 等下再交一個什麼 這種離心力 又另外一張 對不對 但是呢 像一個Cup the rope的遊戲裡面 他就把所有東西都兜起來 好 那這些根本都相關 所以 整體來講 最簡單來講 這至少就是讓學生 這裡面我們做 做的這個 這個教育實驗 其實就我們以前 發表這個論文 裡面就指出來 說其實 透過玩家很簡單的遊戲 就可以讓學生 把那個第三張 第八張和第十二張東西 就串在一起 這在以前是 那個老師根本做不到的 對 以前我們的學校就是 第三張考完就忘記了 好 叫第四張的時候 第三張都記不得了 叫第八張的時候 根本不可能還想到第三張東西 然後你考試出題 直筆實驗非常難出 就是說把第三張 第八張和第十二張東西 合遣出一個題目 對不對 直筆實驗 你去想想看 你要叫老師做的 你們現在強人手難嘛 對不對 但是呢 這些遊戲裡面 他就已經把這些東西兜起來了 所以呢 這個至少對於 這個很重要 譬如說 愛惜找鱷魚 也是你看 每一個人他流出的物理系統 對不對 他這個水的流出 不一定要跟我們真實的水一樣 對不對 原理一樣就好嘛 就像月球上引力 跟地球不一樣 對不對 那個絕對不影響你這個科學學習 而不是去背說 月球上引力是地球幾分之幾 這件事情實在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這個 上面的星星實在太多了 好 然後呢 另外就是 除了你看見你的什麼 使用 對 這裡面整個都是 使用 對 就是這個遊戲 遊戲是會動的 包括就是說像Cut the rope 對 那你使用它的時候 你用到什麼觀念 這很重要 對 遊戲設計 寫程式碼的時候 它用到什麼樣的定理 跟你使用的時候 用到什麼科學觀念 這個是不一樣的 這個我們必須要從一個 學習的角度去分析 最後呢 你還可以設計系統 你還可以讓學生設計系統 像有些 這種遊戲很不錯 像這個蠟筆物理 你知道 它就基本上就是說 你怎麼樣能夠把左邊那個 紅球移到右邊那個 黃心上面去 但是你就靠 你這個 譬如中間有個懸崖 那怎麼辦 你就可以畫一個 你可以畫一塊石板 然後呢 砸下來 就在上面變一個橋 就是在蠟筆物理裡面 你任何 你知道那個曲線一封閉 它就會變成一個物體 然後它就會 受這個 所有的物理律的作用 譬如你也可以畫一塊石頭 在上面畫一塊 敲敲板 然後在上面畫一個石頭 從上面砸下來 把這邊的東西這樣彈上去 像這種東西就是 你可以想的是一些很好的 不管是實驗設計或者 最重要還是就把這個概念整合起來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種所謂的建構遊戲 就更不用講 像這個當個創世神 因為他們做各種各樣的東西 你就剛看 就是這個 就是 這是 玩家驚人的例子 這個 上面兩個 是我們看那個 電影神影少女 裡面的 這個動畫裡面的場景 那下面這個呢 是玩家在這個 Minecraft裡面真正做出來的 對不對 你可以想見 你這個 做出來的 對不對 這個東西 你要蓋這樣的房子 絕對不是只有外形嘛 你裡面所有的結構 什麼 基本上 全部都要能夠讓它撐得起來 能夠打造這個 你就可以想見 對於建築 整體的 對不對 包括材料等等 它的整體的知識的 學習到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 那第二個 我們剛剛就看到 但是問題就是 課綱課程進度考試 它為什麼不能在 這個遊戲裡面發生 叫小媽去解決這個問題 像憤怒鳥 對不對 那憤怒鳥呢 你即使在把很多東西 這個資訊 秀出來 因為反正都是電腦程式嘛 你當然可以 你想秀什麼資訊 秀什麼資訊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 可以幫助你學習呢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我們不一定要這樣來看 我們可以說 從這個鳥的角度去看 各種鳥它具有什麼物理性質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也可以從那個小豬的這邊來看 對不對 它哪種防禦公式 哪種結構 對 它是比較強的 或者它的弱點在哪裡 等等 這個很多東西它都有它的 對 這個 學習的潛能 就看你老師怎麼樣去用 所以呢 整個來講 在遊戲裡面學習 對 第一個是做 而不是吃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呢 是這個講 其實透過遊戲來學習 基本上學到一個生人 就是自己 自信了 自信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難教的 那在我們學校裡面呢 因為一考試 一排名 對不對 後面五分之四的人 自信之後都沒了 就是說 上完之後我沒有數學細胞 上完之後我沒有英文細胞 上完之後我沒有物理細胞 上完之後我沒有歷史細胞 上完之後我沒有歷史細胞 最後就變成 這個 上學回家的結論是 我什麼細胞都沒有 對不對 那這個就很悲慘 但是在遊戲 遊戲第一個有很多款 所以 你 對 總會在裡面得到 這種勝任的感覺 第二呢 它可以學到怎麼學 這個就是我們說 後設施的學習 學習的內容 還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我學到了一種學習方法 以後可以用這種方法 再去學其他東西 這個是更重要 第三代的學習 參與實務 對 就是很實際的case 你不會覺得說 在學上你學一套 初上社會上就沒用 沒有 它整個來講 就是在 就是在那個世界裡面在學 所以 這個也很重要 就我們剛剛講 實際上 現在的 對於現在的 青少年來講 它對於學習的期望 是整個改變了 好 那我們來看 就是 那這個呢 就同樣的 我們要再一次去 去了解一下 好 這個在遊戲世界 到底在學校世界 什麼不一樣 就看到更細的東西 像遊戲裡面就有點數嘛 有經驗值 那基本上從零開始累積了 對 你越累積就越高興 覺得越有成就感 那在學校呢 很不幸的 是從一百分往下算 是不是 因為老師都覺得說 對 考一百分是應該的啊 對 這個媒體老師不是都教過嗎 根本上不是都有嗎 對 作業不是都做過嗎 為什麼不能考一百分 雖然現在不至於說 少一分打一百 但是呢 總而言之不對 你知道 就是你整個平衡 都是往負的方向去看 那 然後遊戲裡面都是正向 第二 遊戲裡面給你的獎品 都是可以用的 這點很重要 對不對 就是這個問題 我可以再拿去換更好的裝備 然後可以 吃了我 克服更重要的點 然後我又可以得到更多的獎場 然後可以換更好的裝備 等等 他那都是 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遊戲機 才是吸引人的嘛 那在學校裡面 基本上沒有用的 獎狀什麼都沒有用的 分數名次 基本上沒辦法變成其他什麼東西 然後呢 在這個遊戲裡面 各種成就都可以獲得獎金 但是在學校裡面 第一名只有一個 然後在遊戲裡面 各種階段 都可以找到有趣和有意義的東西 很多元 然後呢 在學校很不幸就是剛好相反 就是在前一階段成功的人 有很大可能會在下一階段失敗 像我有些同事就講說 奇怪我小孩 在國中時候成績又很好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對 看都是這個 然後有什麼呢 就是他上高中以後 開始打電動 所以 都是電動害的 其實仔細去分析 根本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你小孩 在國中的時候成績很好 所以幾級明天高中嘛 對不對 所以幾級明天高中呢 大家成績都很好 那總要有人到後面去嘛 對不對 那一到後面去 對 他就很挫折嘛 然後也覺得回家 難以面對父母嘛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開始打電動 你知道嗎 因為他以後再看到那個 要準備考試的東西 他就很煩嘛 然後就覺得 那電動其實也都好玩 對不對 是不是你就踩地雷會有多好玩 你知道 但是就有些人就是 一邊放著教科書 另外一邊放 一直要玩踩地雷 然後一晚玩兩小時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實際上就是 學校的結構造成這樣的東西 你在前一天再成功 完全不保證你以後 可以繼續成功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 這個在遊戲裡面 競爭只是遊戲元素之一嘛 玩家互助合作是常態 因為有時候 玩家為了讓你 讓這遊戲更好玩 他願意幫你變強起來 好跟他勢均力敵 這樣反而比較好玩 他不會說 他要贏你就好 那但是呢 在學校裡面 就是以競爭為主軸 那最後呢 就是在遊戲裡面 創意搞怪 大家都叫好 在學校的話 你就被老師媽一頓 好 OK 所以實際上 就是我們的學校 假設你要培養學生創造力的話 實際上是原木求魚的 好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看 最後是這種 課綱課程 評量 也需要調整 與時俱績 OK 那我們來看 譬如說 學習目標 光是看 譬如說歷史科 我們舉歷史 我們剛才舉了一些物理的歷史 現在看歷史 歷史到底應該叫什麼 前一陣子的這種 課綱爭議啊什麼 對不對 像有人就說 歷史教過 只要寫史詩 對不對 就告訴學生歷史事實 只要正確完整就好 但大家要曉得嘛 這個 談到歷史事實 就沒有什麼 這個完整可言 對不對 歷史上事情那麼多 這光是你挑哪些東西出來 其實就是有偏差的 第二個呢 就是史冠嘛 史冠對 有些人說 即使不要爭奪誰的史冠對 那至少多遠的史冠並存 那是不是這樣就夠了 其實歷史很重要就是 我們所謂的 歷史教育 其實最重要是歷史哲學 就是歷史我怎麼會這樣發展 對不對 那它到底對我現在有什麼意義 簡單講就是要有感 現在就強調要有感 歷史教育怎麼樣做到有感 就讓我們看物理 物理教育 在遊戲裡面是非常有感 那歷史要怎麼樣有感 OK 譬如說像這一套是 所謂一個教育遊戲 叫走過台灣 我想大家可能有一個桌遊 桌遊 這個台各大和他們發展出來 譬如這裡面就有人物卡 時間卡 時期卡 足跡卡 簡單講就是人事實地物 OK 那這樣的東西 你是不是通過這樣的東西呢 就會有助於你記憶 它裡面有提供好這種玩法 那比較有趣的是 這個呢 很多學校老師拿去 他們會自己 反正你那卡牌幫我設計好 我就自己再設計其他的玩法 反而更有趣 這個很多老師蠻喜歡這套 因為它可以設計自己的玩法 因為桌遊彈性大 你知道 練動的話 你沒辦法去改程式碼 OK 所以這個呢 也是一種可能 這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把歷史的過程 這種概念化 原件化 這是最基本的 然後呢 如果你是玩大環海的時代 對不對 那你當然就會對整個那個時期 就是地理比較大發現時期 而且呢 它是一個角色辦遊戲 然後呢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角色 譬如說你的出生地 是葡萄牙、西班牙、新格蘭 法蘭西 還是荷蘭 還是威尼斯共和國 你看 譬如玩完這個遊戲的人 就會有意思說 原來當時威尼斯是一個國家 OK 然後呢 你如果去選擇當 威尼斯的探險家 還是威尼斯的商人 還是威尼斯的軍人 那它分別會有一個 什麼樣不同的世界觀 OK 所以很多人玩完大環海的 覺得 這個遊戲的世界觀很好 問到底是什麼世界觀 他就覺得 他可以從比較多角度 看到更大的範圍 而不是在背一個說 哥倫故事幾年發現美洲新大陸 然後要背起來 背起來 然後考試未考 這個呢 其實對於整個歷史的了解 並沒有什麼幫助 那第二種歷史呢 就叫吃個掉條 吃個掉的是我們所謂的這種 逆中遊戲 就是能目標 最主要的 不是殺很多人 而是呢 最好人神不知鬼不覺 進去皇宮裡面 把一個重要寶偷出來 因此你就看這個遊戲裡面 它大部分時間是在觀察 你看 就是這個呢 就跳在一個房頂上 就看下面 怎麼樣 所以呢 越是這樣的遊戲 你越需要下面栩栩如生的 把當時那個 那個 時代 它的接近是什麼樣子 人穿著是什麼樣子 然後它的假髮是什麼樣子 它有做各式各樣的生意 是什麼樣子 然後那個 軍人的武器是什麼樣子 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你在裡面呢 對你為了要潛進去 你要看非常多東西 那這個呢 坦白講 要比你看電影還看得細 因為電影一下千軍萬馬就過去了 這個的話 你就在上面嘛 對不對 你在上面 它下面 你在上面不動 它不能下面也不動啊 它下面也要一直動 一直在產生一些互動 這讓你看到 所以它是一個 這種 你可以回到過去 然後呢 你再按照觀察 然後你還有和當時的人物互動 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想要看 它學到的歷史是什麼樣子 第三種 像文明帝國 這個呢 基本上是 你是從零開始 建立一個帝國 基本上是從西元前四千年 對 假設 就一片荒谷的土地 隨便你要在海邊見 還是在內陸見 對 反正開始發展 那發展呢 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建造和改進城市 訓練軍事和飛機軍事戰危 你可以改變你的地貌 就是開發開墾 研究科技 然後最後的目標是 建造一個世界奇觀 看誰先把世界奇觀蓋起來 誰就贏了 那當然其他的 其他的帝國當然就不需要你贏 所以就為了和中聯合 OK 然後呢 戰爭 然後成功的關鍵 如果你去訪問這些玩家 他會跟你說 玩這個遊戲要成功 對 你需要做到第一個 基礎建設和資源要能配合 千萬不要一天到晚挖礦 然後呢 不去把那個東西再開發 蓋成道路啊 或者是鞏固什麼東西 第二個呢 外交和貿易技能也要平衡 第三個 科技技能也要平衡 不要偏偏哪一個 第四 城市和帝國治理也要平衡 那 最後呢 文化的發展 軍事的力量 然後最主要是這些東西 全部都要平衡 所以你就 他會發現說 哇那治理一個帝國 真的很不容易 然後會想到各種制度 我怎麼樣透過制度 而不是人治的方式 使得整個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個風險不會那麼大等等 你想想看 透過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 學到了 這個歷史哲學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是說 玩家到底學到什麼 他當然裡面 大家也會看到史詩的部分 也會看到史官的部分 也會看到史事的部分 也會呢 最重要有一個史感 好 那所以呢 這當然就牽涉到老師想教什麼 如果老師是說 這都不會跑 那當然就很悲慘 好 所以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看 這個我們實施的方式 一般來講 我們之前試過 就是 你也可以在課堂中 又可以在課堂前用 用遊戲 也可以在課堂後用 就是之前 我有學生他就是 把這個遊戲用在 寒假反教總複習 因為以前學生複習的 就是老師在把上一期課 上一期用20兜 我用兩個小時 直接把重點再講一次 你知道嗎 然後呢 那我們現在就是 兩班都對照組 一班用上課 另外一班呢 就 玩憤怒鳥 你知道嗎 然後呢 對 同樣兩個小時過去以後 然後我們來測驗 你知道嗎 看看哪邊表現比較好 你知道嗎 你這樣重點提示講 還是去玩一個遊戲 當然就是我們發現 其實玩有一些效果會更好 那這個呢 另外就是 現在大家很夯的 這個翻產教室 翻產教室 就是目前來講 是說 學生先回家看 教學影片 是不是 既然老師 比我們今天有錄影 那理論上就是說 那下次呢 大家可以先看這個影片 再來 上課 然後上來討論 那現在翻產教室 碰到的困境就是說 學生在家裡 就不給你看影片 因為沒意思 你知道嗎 他晚上回家 寧可 即使不打電動 看一個偶像劇也好 你知道 或者是 他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或者說 有些人家裡 他就沒有那麼好的設備 或者是小朋友 他要幫家裡 照顧弟弟妹妹 或者說還要去 換攤位 幫忙 賣東西 他就做不到這個 做不到這個 那上課討論效果 當然就不好 那所以呢 現在大家也在想 各式的方法 能夠來補救這個部分 那其中一部分就是 譬如說 讓學生回家玩遊戲 平常沒有玩遊戲 那是不是 你也來加玩一下 對 老師推薦的 譬如說 跟這本物理教科 推薦相關的五款遊戲 通常 我們會建議 不要只推薦一種 推薦一種就好像是必修 那你最後 這五種 隨便你玩哪一種都可以 他就會覺得 他比較有一個自由度 而且我們剛剛講 我們挑的都是 在市場上成功的遊戲 所以那個好玩性是 不在話下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 家中自學 讓他一種經驗的投入 叫做 Experiential Engagement 然後再來做課堂活動 課堂活動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 遊戲裡面的觀念 跟課本的觀念 哪些是結合的 也可以讓他合作設計 我們發現 其實學生一起合作設計遊戲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教學法 因為他必須要動用到 他有的兩方面的知識 因為設計遊戲當然是 要跟課本內容有關係的 另外就是 可以做課後複習 我們剛剛就看到 可以做概念的整合 所以譬如說 我們之前就用過這些遊戲 其實都蠻不錯的 這是我們之前在課堂上 進行的狀況 其實學生的戲曲 當然就不在話下了 OK 好 那我想今天 雖然我後面還有一些投影片 不過我想今天就 我們就 我講部分進行到這裡 也剛好一個半小時 所以接下來就是 看大家什麼問題 那如果需要 出品跟後面相關部分 我再來介紹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我